还记得上高中的时候 我们学校旁边有一家精神病院 据说每天晚上12点 这里就会出现一只喜欢到处敲门的鬼 如果你给他开门的话 那么他就会冲进屋里把你一口吃掉 但如果你不给他开门的话 那么他就会破窗而入 把你直接用到楼下 同学们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惊慌 校长公司开会宣布任何人禁止靠近那里 但只有小明觉得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 哎呀如果我能去医院里面 把鬼的录像直播拍出来的话 那下一任网红岂不是非我莫属 想到这的小明非常高兴 于是他立马假装成神经病的样子住进了医院 在医院里面开启了直播 可奇怪的是一年拍了好几天 别说鬼了连个屁都没有 眼看直播间的人都走光了 小明非常生气 于是他决定今晚要偷偷逃离医院 可没想到刚走两步就被院长给发现了 院长问他为什么越狱 于是小明只好把自己的经过都说了一遍 谁知现场听完后大惊失色 在确认四周无人后 他便跟小明讲了一个奇怪的故事 原来在几年前有一个叫昆昆的女孩 他因为长得漂亮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负 一天昆昆在洗马桶的时候 厕所门被别人锁住了 结果当天下午医院就起了大火 整个医院只有昆昆一个人没有逃出来 从那以后医院就开始发生怪事了 小明听完后思考了一下 立马报警把院长抓了起来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